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这张是过去一个礼拜 美国股市的主要500大全值股的一个表现 那么一样区块越大代表占的全值越重 然后颜色越绿色代表涨得越多 纤红色代表跌得越重 那我们看一下 其实在整张视觉图当中 区块越大都是红色比较深 亚马逊一个礼拜也跌了将近快三个百分点 苹果维持在平盘附近 那整个Google FB甚至在Microsoft 这个过去在美股科技类股当中的尖雅股 其实跌幅都还是蛮重的 所以其实在过去这一个礼拜当中 即便在上星期的下半周 有出现一些反弹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去抵消 之前所下跌的一个跌势的一个状况 所以其实在整个美国股市的部分 明确的可以发现到科技类股的跌势 其实还是蛮重的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 整个美国股市的变化过程当中 科技类股就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察重心 刚刚孙玲哥有提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数叫费城半小体指数 它跟台北股市的指数的相关系数高达八成 也就是费半叠台北股市 不太可能有赌涨的机会跟空间 所以其实在接下来 费城半小体指数的一个走势 就变成是我们的一个观察方向 另外重要的全资股 攸关费城半小体指数 跟台北股市强弱的 就在台积电的表现 那么接下来 他要召开这个法术会 到底内容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在新闻内容当中 跟大家做解析 好我们利用你的时间快速扫描 一下下来看到在美国 像道琼的部分这个技术现行 可以看到看似已经回收到 相对低档的位置 等一下邀请韦杰的部分 帮我们掌握一下 直接帮我们看到 道琼跟NAS的变化 好其实在道琼的部分 我们来按个END 把这个股价稍微时间缩短一点 然后把股价跳到最后一天 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道琼最后一天 它是收跌的 而且这一跌 就把过去三天的反弹 几乎是全部都吞噬掉 所以其实就整个 K线的形态来看起来 它还是相对比较呈现弱势 甚至在整个均线的排列上面 上面的月线跟季线 都已经呈现了一个 比较明确的一个 往下弯的一个状况 所以它只剩下年线去做支撑 那就目前整个位置关系看起来 年线的支撑 好像也不太强劲 另外在NASDAQ指数的部分 也是一样 虽然一根红K棒拉起来 两天又吃掉了一半 那这一个也是一样 在年线这附近 似乎有一点点 撑不住的一个感觉 那还是跟各位提醒到一个重点 接下来美国股市它要反弹 那很简单 前面这个 3月22号的这个贸易战的缺口 要去做回补 如果没有回补 那很明确的市场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贸易战的状况 跟僵持的情形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我认为其实难度比较高一点 因为就目前看起来 川普绝对不是随随便便发起这场贸易战 所以其实在国际媒体上面 或者是在国内相关的一些解读的部分 会把这场贸易战看得很轻 觉得美国 川普好像就随便发起这场贸易战 其实并不然 它其实背后有它一定的政治目的跟意涵存在的 所以其实这个贸易战的持续的时间 我们保守预估会比较久一点 没有像大家那么乐观 所以在回补技术面观察 在回补3月22号的这个跳空缺口之前 我认为大家的心态都要稍微保守一点 好 那我们到时进一步来看一下下 我们头一条新闻当中所告诉大家 台股近日开门当中的话 补跌压力真的比较大吗 当然这里头是一些比较大咖啡市里头 也是特别聚焦的一个重点所在 在各界法人圈部分的话 似乎也有这样担心 毕竟在之前的话所看到法人圈部分 尤其外资已经又开始在扩大卖超的手笔 倒是国内相关题材里头的话 会不会因为有利空来袭 所以赶紧要释放利多呢 利多在哪里 来看建国会主委顾立雄 三招引进火水要进入台北股市吗 包含在澳洲联邦银行里头所提到 金价后市涨势确立了吗 金价这个部分包含在日元部分也是一样 这是一个比较避嫌的买盘 金价一旦出现涨势的话 会不会代表着全球股市可能面对是一个压力呢 倒是补充一点 博澳亚洲论坛 消息会明天就要登场了 当然在博澳论坛里头的话 我们为什么特别把它列出来 因为毕竟现在的话 整个台湾市场也好 或者是整个台湾的经济情绪里头的话 有一些紧绷的情绪 现在中美的贸易大战 这个大象在整个互相互斗之下的话 小心要被踩到了 可是第二个的话 现在可以看到有些勤盟打 这个飞机飞来飞去的话 飞到台湾的领空里面进来了 结果我们还请他说 你是不是应该离开了 对方就说了 他说我在训练 根本就是一个勤盟打 你的观察呢 好 那简单先从第四个项目来说起 我想很简单 这个消息会的部分 虽然说在接下会有一些登场的动作 但是很明确的 自从We don't talk anymore之后 其实在国内的一些相关内需经济的刺激上面 是有点比较弱 陆客的观光人数减少 然后造成了一些效应 所以其实在整个两岸合作上面 接下来就要看这两位 如何去做谈判 然后让整个台湾的内需经济 能够再去进一步的做刺激跟活络 所以这个我们就静观其变就可以 另外在整个台北股市今天的表现上面 我认为的确它是有一些补跌的压力存在 不过就目前 这个道琼的小道琼电子期货盘 开反弹的一个状况看起来 我认为今天台北股市是相对偏弱 但是有没有可能会持续性的往下跌 我认为倒是还要稍微观察一下 等一下我们从一些筹码面来去做留意 那另外在美国股市的部分 最重要礼拜五会去做重挫的原因 除了川普说我要加码1000亿的贸易大战之外 FED的这个主席 他也表明了这个今年要升息的一个态势是没有改变 所以造成整个美国股市在礼拜五的下午盘 就是整个在尾盘的部分跌势加剧 那所以其实在整个美股的部分 还是呈现一个比较弱势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对于台北股市来说 压力就还是非常的沉重 那么当然在这样子的一个压力的过程当中 当然我们的金管会会想一些 想要把整个台北股市 留在稍微比较强势的一个区间当中 那当然我们的金管会主委有提出一些 比较明确的一个刺激的国内的市场的方案 比如像是引进独角兽企业 那我想其实在引进独角兽企业 并不是一个太难的问题 重点是你要有好的环境给人家 那我们的这个环境跟筹资的这个方便性 能不能够增加 这个是未来我们要去努力的一个方向 另外其中还有两个重点 还有提到在整个外资的一个 汇出的条款上面的放宽 那第二个是持股五年的台股基金 会可以有可能在未来有减税的一个利多 那但是呢我还是提出一些疑问 我们不是唱出来只是说 有些疑问可能我们的相关的主管机关 需要去做一些斟酌 第一个是台股上万点 放宽外资汇出的条件 这个很有可能是方便外资落跑的 这是我们的质疑 那另外就是说你投资台北股是五年 才可以享有这个减税的这个利多 但是投资五年 现在台北股市在万点 那五年之后的台股 我们也不知道台股会在哪个位阶 所以其实就目前看起来 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 那如果说真的要推出这样子的一个 汇台股的一些相关的政策措施 希望能够把整个配套措施给完备之后 然后跟股民做宣布 我相信还是可以收到 很大的一个刺激的效果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